哈喽大家好,我是擦仔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开那个镜头 这样讲话了 其实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最近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呢 我就比较少经营我的那个YouTube频道 然后今天开这个影片的目的就是要介绍这个神器 就是最近我接受到厂商的邀请来介绍这一个 Lolipop Baby Monitor Camera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 长得又很可爱的一个东西 好,我们先看看它的盒子里面有什么东西 其实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外形的那个盒子 其实看起来都还蛮高贵的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那个盒子是那么大个的 一开箱里面了之后 你就会可以看到那个Lolipop的那个相机 然后你看它可以任你扭来扭去 它就是可以让你 你可以要放在地板上也可以 你要把它挂在墙上也可以 然后再打开里面呢 它就有那个说明书 教你怎么去连接那个WiFi 然后还有那个两个QR Code Android跟Apple的都可以下载 然后里面可以有那个三个盒子 你看那个脚印很可爱 小哥 然后这个呢就是它的那个 所谓的那种树枝 你可以把它粘在墙壁上 或者是粘在你的窗口 或者镜子上呢 那就可以方便 你可以把它挂在那个墙壁上 因为当里面有东西可以绑住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可以帮助你了 然后这个呢就是它那个电线 它的那个USB的充电线 这个还这个电线还还蛮贴心的 因为有时候你要挂很高的地方是 它都可以把那个电线拉到很长 然后这个三个一只只的东西 就是可以给你 藏住你的电线的 然后这个呢就是它那个USB的那个充电线 然后当你购买的时候 你可以说你是从哪一个国家 他们就依旧你那个国家 比如说我们这里是新加坡 它就可以依旧你的新加坡那个充电线 所以你就不用再另外找一个Adapter来 复合你家里的那个充电线 所以我觉得它在这方面还蛮贴心的 好了大概就是 开箱里面所有里面的东西就是这样子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是给你打洞给你锁在墙上 如果你不想要粘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刚才那个树子 把它锁在墙上 它看起来就跟平常的我们所认识的 那些Candle都不一样 通常都是长这样子的类型 我站住还是吊住的 然后这个叻就好像那一种 很像那个Doraemon 你插在那个地板上 然后它会突然间变大的那一种 其实我当我第一眼看见它的时候呢 我自己都非常的惊讶 哇原来这个东西是这么的可爱 你看这个东西呢 它可以任由你拗来拗去 它可以这样子放 然后你可以挂住 你可以吊在这边 然后我之前我也是有尝试过的 放在我的床边 在架子上都可以 都没有问题 都可以拍摄到很清楚的那一种 然后为什么我需要这个东西呢 就是因为身为一个奶爸来说 我也是最近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都要在家上班了 然后在家上班的时候 同时你要看这两个小孩子 然后妈妈有时候在忙啊 在煮饭啊 还是在看哥哥啊 然后弟弟在那边闹的时候 在睡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看住它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这一个的奶爸生气 因为之前我有一个比较不好的经验 就是当我儿子 我的大儿子 七八个月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放在床那边睡觉 然后我们放在床那边睡觉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有用那种枕头啊 那种抱枕啊 把它围住 就防止给它跌下来 可是它长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它就会反升啊 它会爬的时候呢 它就会从那个床那边跌下来 它的照片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啦 那个就是它从床边跌下来的那个样子 那个眼睛好像是被捶了一样的 然后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买到 买到这样类型的监控器嘛 所以就 吸取了经验了之后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它的功能还蛮多的 有些甚至是超乎我的想象力的那种 它跟平常的那种的 CAMBERLA就有点不一样 通常呢 你们就只能够看 你们能传达那个信息 对着那个对讲机讲话的时候呢 那个CAMBERLA可以发出声音 这个的功能也有 有一个我比较令我惊讶的就是 你可以在那个特定的范围内画一个圈圈 只要它跨过那个圈圈的时候呢 你的手机就会显示 你的baby已经超过那个爬出去的范围了 比如说它从床那边爬出去的时候啊 你们就可以知道了 因为之前不是有试过我们在网上看过一个baby 对就是这个 如果你不理它的话 它们就会在里面玩啊闹啊 盖城堡啊 是整个不类的 然后它这个扭曲的程度呢 你可以把它放在baby的床上 那么当你的baby比它长发一点的时候呢 像一岁多 还会站起来会抓东西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那个摇篮上来 或者是你放在桌子上给它站住也真的 虽然它说是Lolibop 可是对我而言这个是还蛮大客的一个 Jiant的Lolibop 我就先说说看它主要的功能 它就算不管你是白天 或者是晚上的时候 白天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状况 可是晚上的时候呢 它也是可以看到到一清二楚的那一种 而且它也是广角 它有128度的广角 也就是说你放在某一个角落的话 你几乎可以看到整个房间的那个群 然后它也是可以录制1080的那个Full HD High Definition 除此之外 它也是可以通过你手机的Apps 你可以选择发那种音乐啊 或者是那种baby的噪音啊 这种吸尘机的声音啊 也是可以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那些对讲机 它非常的时尚 看起来非常的可爱 然后它不像我们一般那种 比较传统的那种设计呢 也就是你只能够放在墙壁啊 只能够放在桌子上 或者是掉在那个天花板上的那一种 它的颜色也很特殊 也就是我放在那边的时候呢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 我两个儿子都一直很好奇 这个到底是什么 因为它看起来真的是很像玩具的那一种 然后第二个当然是它的广角 因为它真的是可以拍到很宽的那一种 然后我也很喜欢它有那一个 可以画框框的那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 只要你的小孩子 逃出那个框框的时候呢 它就会 你的手机就会马上有显示 是说 你的宝贝已经是 逃离那个框框 可是这个呢 我从小的时候 是用在我的大儿子身上 因为每次叫它发站的时候呢 它都会动来动去啊 因为我不在的时候 它开始搞怪了 所以我就很喜欢 它站在那个 这个相机面前 我就在那个相机画一个框框 然后我走出房间的时候呢 我要它好好的发站 当它发站的时候 它逃出了框框的时候呢 所以你不用一直顶着它 至于坏处呢 比如说你要掉起来 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镜头是可以转180度 可是你就不能够转90度 或者是270度的那种 然后另外一个坏处呢 就是它的这个呢 它不能够用手机监控去转它的镜头 像比如说 我之前用的那种是可以 你可以通过你的手机 是可以转它的镜头 这个呢 就不能够 好这个产品的接下来呢 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在下面点个赞 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打开小铃铛 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时的影片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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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